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更新一下懶人組合的最新情況 最近美股比較平穩 之前銀行危機或加息預期放緩 香港我看到一些高息股票表現不錯 有些都創新高 今天跟大家重溫一下 首先是恒指的9股理論 選擇10隻最高息的成份股 持續到年底再調 整體表現是-1.38 組合何時開始呢? 22年,即去年4月5日 即是差不多一年左右 如果計算派息呢? 其實因為整體派息的息率都有7至8厘 所以如果這樣計算 輸了1.38 但可能賺了6至7厘左右 我們看回整體資源股比較好 航運股東方海外 近來我看到銀行股的表現都不錯 反而地產股仍然是比較疲弱 從香港來說 道指之舊的表現反而比香港更弱 即是說香港對上一段時間的表現 都是做得比較好 但當然如果我們以同期來說 道指之舊都跑贏了標普500和恒生指數 它是負2% 剛才我們看到香港的負1.4 所以兩個道指之舊 整體都是跑贏其他的指數 這個都是去年4月5日開始 我們看回表現得好些 就是有能源股、有金融股 但其他也沒有特別 就是英特爾 那些圖示化學 表現就是Verizon 電訊各方面整體比較弱 所以美股都是 如果是舊經濟股來說 都是比較參差一點 好像沒有什麼方向 而且近來 加息的預期是會減低 或者估計有機會加息周期到尾升 所以反而一些科技股 或者地產股是做得比較好 如果NPF 我們用環球股票基金 ACWI反而跑贏了道指之狗 或者恒指之狗 是有正數回報的 我想整體的原因就是 美股站穩了 以及一些歐洲 即非美國的成熟市場 反而是做得不錯 英國、德國、法國的股票 或者加拿大那些 其實都做得不錯 所以整體上 跑贏了這個標普 但同期來說 這個其實是4月14日開始 反而是跑贏了給恒申指數 但起碼現在都是正數 所以剛才那隻 如果大家想用ETF 即是用六門線譜 以及不想選擇地區 環球性 ACWI就是幾號的ETF 也是MPF建議大家用環球股票基金去操作 而最近我自己都在這個庫圖 開了一個模擬組合 就是香港高息ETF 最初選擇了六隻 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2023年3月8日 大概一個多月左右 總共升了2.97% 當然稍微跑贏了恒申指 目標普變得這麼好 以及考贏了戶心 原本我選了六隻 後來我將它綜合 變四隻 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平安香港高息股 主要是買中資或香港的高息股票 然後是恒申高股息股票 也是一樣主要買香港的高息股 香港加國企 富邦滬芯 除了香港加中資股之外 再加上A股 A股 互申高息股 即是會更多一點 可以選價股票 最後這隻3116 就是Global X的亞太高股息 包括澳洲 包括日本 新加坡 亞洲地區或台灣的高息股 更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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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如果我們看看整體的表現 一個多月表現得最好就是 平安香港高息股 以及富邦滬芯高息股 我覺得這幾隻 其實它平均的息率都有5-6% 個別有點高一點 但可能平均是5-6% 富邦滬芯港高息股 還有GX的亞太高息 都是每季派息 平安香港和GX的恒生高股息 大概每半年派一次 之前有加三星高息防盾 和亞洲高息股 加上REIT 但我覺得現在長遠 好像前景比較弱 而高股息股 也有買REIT 所以就無謂特定 特定是REIT 的ETF 華夏亞洲高息股 買過去三年 派息也有增長的公司 其實表現是不錯的 是這麼多隻 如果以三年來說 是最好的 不過它派息可能只有兩厘多 所以如果大家希望 有一個比較分散的組合 不用經常搞 不用理會 有錢就儲下去 每年有5-6厘息 我覺得這四隻都足夠了 剛才看過 過去一個月整體股市都不錯 盈富基金 環球股票的ETF Bill Pro 500 以及納斯達克QAQ 100指數 一個月的表現都不錯 而QAQ 即以科技股為主 納斯達克100指數 表現是最強的 當然我們看一年 大家都是這樣 通常三年始終都是美國跑出的 但是你說Divestify 分散一些 ACWI都不錯 因為它其實都有 五、六成是買美股 其他就像加拿大 歐洲的成熟市場 日本等等 如果我們看回 剛才說的幾隻高股式的表現 今年都是不錯 特別是平安和富邦的 互深港的高股式的表現 特別突出 Global X也有7% Eat Today RT也有8% 相對盈富基金就跑贏了 而安聯的 就是有3.98% 這個未計牌的 這個全部是局價的 我們看看長遠的平安 這隻是做得不錯的 都是跑贏了盈富基金 不過我自己覺得 買完這四隻都可以 無所謂 以及分散一些 所以你可以逐個月買一隻 我覺得這樣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就是每季收息 一般是3月、6月、9月和12月收息的 如果我看回落會五線譜整體形勢 標普500指數 SPY 仍然還在低位上徘徊 即是相對 它仍然是 不太刺激 即是不太超賣 仍然是比較外滯 但已經穩定了 QYK的表現比較好 它已經穿越了 尾二的線 向中間的線買進 但距離的高位仍然是有距離 也有兩三成的距離 環球這隻跟QYK的表現挺接近 我們看看 慢慢向中間的紅色的線買進 港股曾經的短期表現做得比較好 但盈富基金的不好處是向下的 trend 所以港股應該來說 可能盈富基金 可能22至23個多 其實都已經接近第一個高位 再上去 25元就是第二個高位 即是最上面黃色的線 大家可以作為參考 所以整體來說 市場好像穩定了 但我們永遠都不懂得推測 或做甚麼分析 但如果我們跟著表現來說 美股仍然是低位 港股不算太遲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不是收息 我們也會以美股或環球股票基金 作為MPF或ETF的主力 而高息來說 如果美國還是買回安聯 繼續可以 如果港股來說 如果港股來說 就是我剛才說的 那四隻高息指數基金 有機會可以再跟大家 重溫一下這四隻的港股 或者包括亞太的高股息的ETF 最新的狀況 或者跟大家重溫一次買了甚麼 過去的表現是怎樣 稍後有機會再跟大家重溫 今集《懶人投資組合》的更新 就到此為止 祝大家投資順利 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多謝各位的支持 如果大家喜歡 就按讚、分享、訂閱和留言 多謝各位的支持